全油管最快新闻,今天是今年的入伏,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,河北、河南、浙江、四川等五个省份的局地气温将达到40摄氏度以上。 华北中南部、黄淮北部和西部、江汉、江淮中西部、江南、华南大部、四川盆地、陕西中南部等地预计将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,其中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37至39摄氏度,河北南部、河南北部、浙江中部、四川东南部、云南东北部局地甚至可达40摄氏度以上。 今年的三复天持续时间较长,为期40天。 此次橙色预警表明了高温天气的严重性,公众要注意防暑措施,尤其是河北、河南和四川等地的局部地区,气温更是达到了40摄氏度以上。 大家在户外活动时要做好防晒、补水等工作,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健康。 同时也要注意紫外线辐射和火源,做好森林防火工作。 关注新闻及速地,最先知小天下事。